模范计程车第二季于4月15播出大结局 以韩国21%首尾首都圈21.8%的高收视率完美收官 也刷新了自身最高的收视记录 结局留下了许多伏笔 让剧迷们都疯狂敲完第三季 面对观众热烈的回响 制作电视台SBS也在4月16日正式回应 确定将会制作第三季 主演们正在积极讨论出演第三季 但目前还在讨论的阶段还未定案 以2025年播出为目标 让剧迷们兴奋不已 这次金道琪又会扮演哪些角色 与林福子高恩会有怎样的感情发展 实在太令人期待了 喜欢这支影片的话也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开启小铃铛才不会错过任何精彩内容哦